我也是得了色盲之后 才发现原来大家对一个病人的态度 竟然可以是好奇大于同情 就我是在高中确诊了色盲 就我确诊色盲之后 我的同学就直接以我为中心 把我围成了一个圈 我当时站在圈中间 看着大家那种期待的眼神 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色盲表演艺术家 而且这个时候还有同学出来说 指上来 你看那是什么颜色 你看这是什么颜色 那种感觉就是 哦 你是色盲呀 那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反正我在那看不上颜色 他们还在那里鼓励我说 指上没事 你再仔细看看 我当时都懵了 我说怎么仔细看看 就是我色盲是因为我太粗心了是吗 那而且色盲 作为高中生物的一个重要知识点 就我的同学后来看我的眼神中 开始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 就他们开始不光关心我 他们开始关心我爸妈 说指上你是色盲 那你爸妈呢 我说不是啊 哦 那他们的金型是大A小A呀 他们生你的概率是四分之一呀 而且色盲这个病对我可能生活造成最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我过马路的时候是分不清红绿灯的 我第一次过马路看到红绿灯我还特别奇怪 我还去问过我们老师 我说老师啊 为什么红绿灯这么重要的东西 要用两种这么不容易区分的颜色 那老师都懵了说 因为这个就是人类最容易区分的颜色 而且我妈知道我这红绿灯 忙的时候就一直给我说 说你过马路的时候呀 一定要别人过的时候你再过 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我总有自己过的时候吧 每次这个时候我都要在那里等 等一个人来 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刚好是红灯的话 非常合理我就在那里等红灯 但如果是绿灯的话 他会发现我也不走 但一旦他从我身边经过 我就会立马跟上去 就这么跟了四五个单身女性 之后了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女生啊 一旦发现我跟上去之后 就会开始不自觉地 加快自己的脚步 但是她没加快脚步 在我眼中意味着 绿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后来啊我就开始很认真的总结 红绿灯的规律 后来真的让我总结出来 就在我眼中啊 绿灯亮 红灯没那么亮 我就靠这个来过马路 但是很多朋友会特别奇怪 说志胜啊 那你黄灯怎么办 我说黄灯 我本来就认识呀 我就发现啊 我这种色盲是属于生理性的色盲 就看不清红绿灯 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精神性色盲 因为他们过马路的时候也不看红绿灯 他们只看身边有几个人 只要超过三个 红灯唯一的作用就是为了烘托一种喜庆的气氛 真的有一次我给你大妈在那闯红灯 我说大妈 大妈 这不是红灯吗 哎呀小伙子 你走着走着就绿了 我发现了一下大家 我发现了一下